什麼特別呢?我想這個全城都關注就是消費券 終於消費券一萬元首輪五千元下個月就會派 昨天公佈了一些詳情 我們今早請到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的主任 王學齡小姐跟我們談談 早安 王小姐 去年消費券都是要訪問你 就要了解運作細節 可不可以跟聽眾講解一下 大家是不是都不用怎樣方張去登記呢? 絕對是 因為這次並不需要登記 這次其實我們第一階段就會向上年成功登記了 上年消費券計劃的市民直接發放五千元的消費券 除非市民本身上年一直收收消費券支付工具帳戶 已經取消了或失效了 他才需要做一些更新的手續 如果不是的話 市民是真的無需做任何的事情的 就有些像是上年登記完之後 你收完第一期 接著就會收第二期 如果八達通朋友收完第三期 都是什麼都不用做 就安在家中 其實將券就會發到你的帳戶 我們的數字都看到了 其實真的註銷了或八達通卡已經不見了 或者是退回來 其實數量都是少的 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市民其實是不需要做任何事的 所以我昨天都看到有些市民都很心急 就上了秘書署或者服務中心 未開門就排隊 其實真的不需要 先要搞清楚自己是否需要做 其實可能你是未失效就不需要做 另外我們昨天都看到有些市民 可能他們本身上年都不是成功登記了 這些市民不會收到 這次不是一個重新補辦登記的機會 所以都是想提醒市民 看看自己的支付工具帳戶是否還是有效 如果有效就放心了 什麼都不用做了 如果是真的失效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途徑 包括你可以在網上下載一張表格 或者打熱線透過郵遞、電郵 和傳真方式拿一張表格 跟著就連你的身份證副本 就寄回來我們的郵政信箱 就不需要貼郵票的 另外如果是八大通卡的市民 因為數量相對比起那三個電子錢包是多的 我們就會有一個網上的平台 大家就可以在一個網上平台 提供一些簡單的資料 就不需要提供你原本舊那張八大通卡 因為你應該是跌了 可能失效就更狠到 但有機會是跌了 不需要提供舊那張八大通卡的號碼 不過也要提一句 就是你本身把八大通卡壞了 你才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都看到有些朋友 可能是拿了落郵卡 其實本身把卡還在這裡 還可以用 他就覺得 不如我轉去落郵卡 其實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轉 你可以在第二階段 我們都開放了所有平台 才可以考慮 如果不是第一階段 是不需要的 但如果你拿了落郵卡 你原本的卡真的失效 真的收不到 我們就反而有一個特別服務 就是可以打八大通的熱線 你就不需要在網上或是填表 那八大通公司就會在背後 跟我們聯繫 就會幫你做的 大家要搞清楚 如果拿了落郵卡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不見了八大通的話 仍然都可以在第一階段拿到錢 但如果你真的不見了 八大通公司方面會跟進 我想問黃小姐 例如我本身第一階段 可能我用八大通 我不見了八大通卡 但我現在第一階段 我收錢的時候 我不想透過八大通收 我有沒有方法轉其他途徑 甚至可能我第一階段 現在不收 等第二階段才一併收 不會的 因為第一階段 我們的用意都是想比較快捷 就用上一次消費券計劃的一些登記資料和系統 所以我們就不容許合資格的市民 是會去轉你的平台 我們只是去處理那些 就是剛才這麼說 你本身的帳戶因為都是真的收不到 我發下來你都收不到 所以我們就給你在你同一個平台上開個帳戶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上次是用八大通卡 你張卡是跌了或者壞了 那你就用另一張八大通卡去更新你的資料 就拿今次第一階段的消費券 亦都不會讓市民去選擇 因為我想你都想像了 如果我給了630萬的市民去選擇 其實我又等於要有一個平台 讓大家去選擇我轉不轉平台 或者我今次不拿著 我第二階段才拿 就做不到4月可以發放給大家 那如果我直接不申報呢 譬如我真的不見了或忘記了戶口 忘記了戶口號碼 其實我在這個階段不申報 那又會怎樣處理呢 你的意思是你原本的帳戶 其實都收不到 原本的帳戶可能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我又不想用原本的帳戶去收錢 所以我就直接不登記 那又怎樣處理呢 如果這個情況呢 因為我如果不申報呢 第一如果是在那三個電子錢包呢 因為它都有記錄 知道哪些帳戶已經註銷了 那我們就不會 如果是註銷了的話 我們的券發下去 就會發不到 你會收不到 那你就會收到我們一個短訊 就請你來用同一個平台的另外一個帳戶 來收一張券 因為那張券有限期的 那如果你過了限期 都不再來拿的話 你的那張券就作廢了 那即簡單說 如果你是上次用八雜通登記 但是你把卡卡又遺失 那你又不去申報 那有可能收拾了你的卡 那人就會拿了你的消費券 到時有陣子爭拗的 那大家聽眾 如果是用八雜通 要謹慎留意 那但是剛才你這麼說 如果去年沒有申請過消費券的人士 是不是今年這一次 是不能夠 做一萬元還是第一輪不能夠作出這個重申申請呢 沒錯 如果我們這次第一階段 四月發放五千元的消費券 就只是給上一年成功登記了的消費券計劃的630萬的市民 那如果市民本身都不合資格 那當然也不會合資格 但是如果去年其實市民合資格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登記 那第一階段都不會收到的 因為我們經常重新 第一階段我們不是重新開放給大家登記 我們是將那個消費券 是直接落進去你本身登記了的戶口 只不過是你那個帳戶 如果是失效 才做一些更新的手續 那第二階段他有沒有重新加入呢 如果第二階段本身你是合資格的 不過你是只不過在去年沒有登記 那第二階段就會是一個新登記的合資格人 你就可以分期拿到一萬元的消費券 都是拿得回全額的 如果你是合資格 最重要是合資格 那就是合資格的意思 譬如說去年的時候未夠18歲的人士 那今年就夠了 那是不是要等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才一次登記拿回整一萬元呢 哦 沒錯 因為我們第一階段 都是比上年成功登記的一些 如果上年用6月18日來做合資格日期 當時如果有些市民 是未夠18歲 即是未合資格 那就拿不到 但是到今年我們推出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們遲些有細節會公佈 那又會有一個新的合資格日期 那一定是多了市民是98歲 那到時他就可以來登記申請 那確定了合資格之後 就會分期拿到一萬元的消費券 另外黃小姐 也有很多人關注 不少市民移民來說 關於已經移民市民 是否能夠申請電子消費券 去年我們記得有一個限期在 但是譬如今年 其實過了一年的時間 去年成功拿到一些 是否代表他今年都可以預期拿到 我們上年設置了一個在港居住的要求 我們第二階段消費券的發放細節 就在籌備 但是我們現在的構思 都是想盡量方便市民 簡單來說 我們都是想說市民 如果你上年已經成功登記了 到第二階段 除非你是想轉支付工具平台 如果不是 都盡量想令市民不需要重新登記 但是剛才林敬文的問題 就是去年可能他符合在港的年期 兩年內可能需要至少有一天 在香港他都剛剛符合到 但是去到拖了半年後 他又過了兩年這個限制 即是第一期他還可能會收到 是否這個意思 第一階段他一定收到 因為第一階段 我們經常說都是 上年你成功登記了 我會自動把消費券落到你的帳戶上 至於第二階段 我們都會更新在港居住要求 我們會跟入境處再商量 因為事實也都因為疫情 有些市民可能是留在海外 回不到來香港 所以我們都要看一看 我們怎樣去定 上年就是在合資隔日 對上的兩年內有一天 在香港就可以了 那麼今次會是定幾場 在香港都可以當是符合到的要求 這個我們都要去兼顧不同的因素 特別是疫情底下 相信我們都看到很多市民 可能是內地或海外回不到香港 那麼這個情況就是要靈活 細節處理 但是也好不好聽這麼說呢 其實過去半年也有很多人過世 離世 在疫情底下 那麼這些去世的人士 可能很多長者說用百勒通 那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整年都有不同的原因 都有一些香港市民過世 那麼我們其實一路上年的做法都是這樣的 我們跟入境處是會定期他有更新的資料 那麼如果那個券 譬如我們都是分期發放的 那麼如果那期的消費券是未發 又知道那個登記人已經過世 那麼我們就會不發過一期的消費券 那麼另外就是去年 其實也有四個支付平台系統 可以申請消費券 部分運作呢 初期其實也有些不太暢順的情況 第二階段發放的時候 會不會街 即現在也可能有機會加入其他營運商 參考一些什麼因素 會不會擔心一些混亂的情況 我們其實都開啟了的 我們都透過金管局 我們就邀請了一些合適的刑辦商 就做了一個簡介會的 都請他們說回他的意願 還有一些建議 那麼我們會再看 其實我們挑選營辦商去幫我們合作 推第二階段 都會考慮他的支付平台是否容易用 是否普及 他相互覆蓋面 他有沒有相關的經驗 他需要的籌備時間是怎樣 這些是因素 然後就去找合適的支付工具 嗯 但是市民要準備 什麼時候去登記第二階呢 會不會跟疫情有些掛勾 看看疫情真的稍緩 大家出入方便些 去到油局先 油局也關了門 問第一輪 其實現在說4月會發放 會不會都是 會在4月20日打後的時間 可能有機會措施放寬後才發放 其實我們之前說發放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其實我們的心意都會跟上年 真是完全一個全面的消費券計劃 有少少不同的 因為真是上年看到 消費券計劃推出的時候 就真是要配合很多推廣 在疫情平穩的時候去做 就會達到那個效果 我們為什麼會做第一階段 都是看到很多市民在疫情底下 都面對一些經濟壓力 所以我們都是想 我們早點用最快的方法 發放了五千元一半的消費券 令到市民 起碼心理上或實質上 都會有些舒緩 就算是在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底下 其實市民我想平時 都還有一些日常的洗費要用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 還有我想大家留意到 我們今次消費券的使用日期比較長 譬如電子錢包 我們去到10月31日 八達通也是你10月31日之前用完 四千元第一期就可以拿到 第二期的一千元 那個時間這麼長 我想大家齊心抗疫下 我都希望很快疫情可以受控 去到10月尾的時候 我都希望到時大家都可以 疫情是平穩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都是看回我們的籌備情況 再看回整體社會的疫情 相關安排 再去決定我們4月究竟是哪一天 去發放這個消費券 你意思是現在提振的作用 可能比去年原先預期的目標 就確闊了 可能是防疫抗疫上 可能有些東西洗費 其實都是包含其中 希望可以在那邊幫助到市民 是否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的消費券的用途很闊 平時你去總之本地商戶 你去消費 其實去年你都可以包含防疫抗疫的物資 我想很看市民不同時間的需要 我們這次第一階段 其實多一個心意 就是因為看到市民在疫情底下 都有一些經濟壓力 所以我們想用最快的方法 早些發放消費券 因為用途這麼廣闊 時間這麼長 市民總是用得到 當然是在社交距離措施 在防疫的底下 我相信市民都有一定的洗費 還是會用到 如果不需要用的市民 我留家不用的 你就日後出來的時候再用 我們都是想給市民一個經濟的舒緩 使用期限了七個月 到十月底 第二期有沒有預計 可能時效再長一點 因為人們擔心 比如說八達通有個上限 如果我用不完 我又拿不到第二期 很緊張 就像之前搶超市物品一樣 大家又走出來買東西 是不是這麼好 是 第二階段我們在籌備 我們看的時候都會分期 但是分期有多長的那些 我們當然都會看第一階段 和各種情況 然後再決定 細節有就會去公佈 那八達通那個 現在每一張卡的 儲值上限是三千元 其實就不影響他去拿 即是超過三千元的額 因為其實他只要儲值額一跌低三千 他去拍都會拿到 他可以無限次拍的 所以其實是不影響到市民 去拿多過三千元的消費券 譬如你花了五百元 又拍一拍 又會填五百元 直至你一萬元拍足為止 沒錯 除了發放之外 可能都留意 因為八達通卡的市民 就多一個動作 要去拍卡領取 他領取也有個期限 譬如現在我們第一階段 那個領取期限 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 大家要留意著 你拿錢的時間很重要 現在的全民強檢 又可能在四月進行 三月底到四月期間 這個消費券雖然說 想人們分開來用 但大家的錢到手 又真的想心動動 要先洗掉 這個情況 會不會令到疫情反而多了一個變數 會不會在措施上 真的要配合其他全民強檢 禁足等等這些安排 我相信市民都是很理性的 因為我們那個消費券下去 一來真是使用時間很長 你未過期之前 其實你是不會沒有了一張消費券 市民都是會按自己的需要 和社會當時的情況 如果當時是 譬如就算現在疫情 我想大家都少了出行 少了出來 可能都會去買東西 不過買東西的次數少一些 其實都是想市民按自己的需要 有個消費券在這裡 可以舒緩一下經濟壓力 但是市民絕對都會跟著防疫措施 大家一起齊心抗疫 這方面大家密切留意 發放的日期和使用的時間是怎樣 謝謝黃學齡 謝謝黃學齡小姐 謝謝你 謝謝黃學齡 謝謝你好 感谢观看